一向號稱自己最清白的民眾黨的柯文哲 黃國倉皇三三平常藍綠一樣爛掛在嘴邊的那群人 遇到懶得傅崑奇約吃飯居然馬上答應 而且都不空轉了 吃飯的時候有說有笑還合影留念 吃完飯還知道要跟對方客氣 付錢記得要來個A制 各出六千五百五十元 吃完飯還一起接受媒體的訪問 柯文哲說今天是先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有事直接溝通就好 傅崑奇則說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會繼續的長來長往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先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有事情大家直接面對直接溝通 這樣就好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新聞硬邦邦甜新聞最爽 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美麗島電子報 今天公開今年二月份的國政民調 我們恭喜民眾黨成為台灣全國上下最討厭的政黨 恭喜! 民調顯示台灣人對民眾黨的反感度為50.4% 創三個半月新高 像這種選舉剛結束 在野黨的反感度瞬間升高的現象 可以說是非常罕見的 而第二名討厭的就是國民黨 討厭度是48.1% 我想應該就是跟羅志強啊 國會馬戲團表演有關吧 我們沒有按照科學證據 那我們談什麼? 談評你個人的想法 所以 說清楚! 你說你都驗了! 不是! 你剛剛說你們全都驗了! 沒有! 沒有! 可能驗百分之百 你就是完全外行的講求 還有了秀驗的那一盒天選之肉 在搭配統計學學不好的廖維祥 直詢陳建仁的時候 還居然說 只驗百分之三的豬肉 沒有辦法保證其他百分之九十七的豬肉 都沒有問題 那我想請問 所以三百分之九十七的豬肉都沒有問題 有一包被驗出來了 你確保其他九十七百分之完全沒有問題 那請問你是希望全台灣的豬肉都會拿去檢驗嗎? 然後都沒有豬肉可以吃嗎? 我去看了一下廖維祥畢業於福大的氣管系 你們應該有學統計學啊 還是廖維祥年輕統計學都在翹課速不速啊? 立法委員都沒在唸書的啦 難怪你們是第二名討厭嘛 我相信在台灣認證上過統計學的人還是蠻多的了 台灣人數學都還不錯了 再加上那位仇恨值最高的韓國瑜院長 問題也很多了啦 台灣是旗子還是個塞子? 而民眾黨好感度變成全國最討厭的原因 就是民眾黨在國會的那些立委嘛 總提名黃三三結果曾遭著跑票 因為他逃票而讓韓國瑜順利選上院長 事後還裝可憐在國會殿堂裝可愛督嘴之外 欸,怎麼了? 我每次就是不小心的 你來抓我是故意的 開除黨籍 前立委蔡壁如離開、楊寶貞離開 都讓人感覺到柯文哲無法留住人才 OK,那萬一有人跑票怎麼辦? 開除黨籍 直接開除黨籍? 是 哼,弱弱的問一下白昌宇齁 請問陳昭茲的黨籍開除了沒? 當然最大的工程之一還得是 讓小草引命驚失的法學大三百藏宇了 他的那個國會無下限空轉數 除了讓人傻眼之外 明明他的時代力量時期就當過立委 行為卻好像第一次走進國會一樣 原本大家都同意召開實案專報 因為他一個人突然堅持要加開會議的要求 被拒絕之後翻桌離席而言後 天啊,你們各位在職場上遇到情商這麼低的一個同事 應該都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那麼難相處啊? 太離譜了!真的太離譜了! 而且當民進黨的吳斯堯很好心的解釋 要有民眾黨好好學習議事規則之後 白昌宇不是默默的回家讀書耶 他是在他的社群媒體上對觀眾扭曲進步二讀的結果 立法委員都沒在念書的啦 緊接著自己覺得有被羞辱道而心有不甘的白昌宇 發了一個要其他的立委在30分鐘內集合的黨團協商 因為他沒有選區要服務的啊 所以他好像覺得選民都不重要啊 其他黨的立委只要為了他一個人的我行我素 隨時待命 就等他發通知後馬上要開會這樣子啊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而院會質詢的時候 除了一直挑戰那2019年的事情在咆哮 才剛開會就可以把立法院搞得無言瘴氣的人 我覺得是很不簡單的啦 我上次才拍過影片說過嘛 他跟民眾黨在做的事情 英文有一個說法就是filibuster 翻譯成中文就是冗長辯論的意思 他就是故意要讓這些法案或是討論無法通過 同時在國會中做很多毫無意義的事情 來浪費其他人的時間 讓最後所有人的目標都無法達成 然後最後他得到的新聞畫面 同時他會說都是別人在杯葛 都是別人不做事 就是別人在打壓他 只有他最認真嘛 這種劣質立委才是那種刷存在感 裝忙把納稅錢跟資源浪費在自己的聲量跟新聞畫面的人 太離譜了!真的太離譜了! 那2月22日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更諷刺的事情了 一向號稱自己最清白的民眾黨的柯文哲 黃國倉皇三三平常藍綠一樣爛掛在嘴邊的那群人 遇到懶得傅崑奇約吃飯居然馬上答應 而且都不空轉了 吃飯的時候有說有笑還合影留念 吃完飯還知道要跟對方客氣 付錢記得要來個A制 各出6,550元 吃完飯還一起接受媒體的訪問 柯文哲說今天是先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有事直接溝通就好 傅崑奇則說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會繼續的常來常往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先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 有事情就大家直接面對 直接溝通就好 太離譜了!真的太離譜了! 除了太離譜之外 我覺得一陣噁心 我現在就來幫大家回憶一下 過去白藏羽怎麼形容復崑奇 2018年9月12日 白藏羽在臉書表示 傅崑奇還有好幾件弊案 還在拖延訴訟程序 還希望他早日去坐牢 別想濫用權勢去外衣間逍遙 2020年4月傅崑奇的 開具超股案 申請假釋通過出審時 白藏羽也在臉書上罵傅崑奇說 假釋來得如此神速 讓大家再次見識 權貴犯罪果然不一樣 傅崑奇辦公室則強調 全都是以法刑事 大酸這個假釋來得如此神速 除了讓大家再次見識 權貴犯罪果然不一樣 2023年7月12日 白藏羽在七六公平正義的時候 接受黃維和專訪節目中 還義憤舔硬地說 黑道背後的老大跟政治人物很好 日本的邦派 是不僅人越來越少 還越來越老 日本邦派老化 他們是有管制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日本暴力團活法 對 台灣是越來越年輕 你看到的是抓到的一堆 都是年輕人 然後他們的老大 背後 哇!他老大沒事 老大跟政治人物還很好耶 2024年2月20日的那一天 白藏羽還很正義地 在質詢陳建仁院長 咆哮地說 有大官把手繩進司法 關說司法 遇到大官 有影響力的人 可以去關說司法的人 他們把手繩進去 沒有這個意思 批判民進黨 全部就是政黨活動 結果兩天後 2月22日 他們在一起吃飯 好開心喔 還A制耶 根本在侮辱大家的智商嘛 吃完飯之後還要加LINE 還說有事直接打電話 哇!這是在演那一齣 怎麼會有這麼荒謬的事情 這件事情讓我想起2023年12月的時候 在民眾黨立委候選人蔡壁如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的時候 跟煙寬很同台耶 而且還是搬在八八會館前面耶 直接把像黑道選戰變成笑話 那時候還有一大堆小草跟民眾黨王軍來出征我 說我沒有在同一張照片不算同台 好的 那這次跟傅琳琦一起吃飯 一起被媒體採訪 還加LINE 算不算同台了吧? 百仓宇還要向黑道選戰嗎? 我最近都沒有聽到他在講耶 還有居住正義也很久沒有聽到你在講了耶 你的戰友過有地的違建拆到哪裡了呀? 反正新聞洗一洗就過了 還有柯文哲的那塊可以種出遊覽車的特農地 好像也是拆到一半而已 隨便呼嚨一下就過了 那除了民眾黨吃相越來越難看之外 國民黨也沒有輸喔 許巧欣、毛文君如願以償的進入了國防外交委員會了耶 真的太棒了 小草選出韓國瑜院長 現在還有許巧欣跟毛文君繼續阻擋軍事預算 小草很多都還沒有去當兵還在念大學是嗎? 你們加油好嗎? 不要選完了就不關心政治了唷 要監督這些親中立委唷 不要把責任都推給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也不是多數黨喔 還是你們決定跟鍾明軒一樣 直接去北京來個體驗行程? 我還是無法相信我現在已經在中華那邊共和國了 到時候就不要怪美國、日本不來救你們喔 齁 中共沒有再跟你們講武德的啦 那艘非法進入金門海域的船 很明顯在法律上就是一個海盜船 中共來碰刺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中共來創造法律行李的機率也很高 那海巡人員是非常辛苦的在保衛國土 你們這些小草啊 你們完全不在乎這個議題啊 而且金門人自己選出來的陳育正立委 他都不聽海巡了 他都是站在中國那邊喔 他根本就是心中沒有台灣 一大堆出賣台灣國家利益的人 像陳育正這樣都當選了 小草,你們都不關心 你們還是加油喔 你剛才想我跟你想的問題 我跟你講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片下面 會有Patreon跟英元科技 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再見啦 立法院第十一屆第一會期 將在29號舉行八個常設委員會 的召委選舉 傅崑奇透露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司法委員會 將會有F6加入 包含了他以及林思民、吳宗憲、翁小林 以及謝龍介、羅志強等人加入 演唱會 演唱會 intensity